无论你是在瓜盆养这个草莓 还是在地宅养草莓 这个第一步 这一步千万不要错 因为这一步错了 那么您家的草莓 有可能就长成这个样子了 Hello大家好 我是佛山奥花匠 我都说了 今年我的事情特别多 所以很多植物都疏于管理 包括草莓 今天这几天在不断处理草莓的问题 然后很多朋友问我在家种草莓 怎么这么难 想实现个草莓自由 为什么总是那么难呢 其实草莓种植非常的简单 只要把土壤配好 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如果您发现您家的草莓 出现这种情况 大家记住第一时间把它处理了 因为这种情况下 您家的草莓无论怎么样 给它什么肥料 它都会只有一个状态 就是矮塌塌的长不大 叶子特别多 但是就是长不大 这样子的情况 一定要第一时间处理 这里有两颗的草莓 当时被我随便的塞在这里 然后一直没有处理 因为事情太多 然后今天早上在检查 这两颗草莓 为什么状态差的时候 我就发现 它们有一个很共通的特点 就是它们长了很多小侧枝 很多朋友养草莓总是问我 哎呀草莓上面长了很多的果子 为什么这种果子长不大 是不是那个夸粉的问题 没有小动物受粉的问题 那我进行人工受粉就可以了吗 其实并不是的 有可能您家的草莓 根本营养供应不上来 虽然它根系很发达 但是由于它上面挂了 长了很多的小孩 所以营养的供应无法均分 最终的导致了整颗的假草莓 只是这个样子 你看 我把它拔出来给大家看 其实这种草莓 它的根系是蛮发达的 因为我这个土甲的出生 也并不是一个难事 这是一菜 没有带工具 先把手放到肚里面去 然后抓住它底下的根 然后往上发 哇 这个草莓根系真的很发达 放不出来 往这一根试试 你看它的根系很发达 但是为什么这么发达的草莓根 却总是长不好呢 好了 拔起来了 我去 您看这个草莓根 相当的发达 那为什么这种草莓 它就不开垮 不结果 产量低啊 您看 这么发达的根 本来应该长出很漂亮的草莓 是不是 但是它的果子是这样子的 而花朵也是这样子的 除了林盆里面营养不足之外 其实这个草莓呢 它是三胞胎 甚至是四胞胎 我们数一下它有多少个雅典 一 二 三 起码三个雅典啊 这样子种草莓呢 林家的草莓呢 无论它根系多么的发达呢 最终只有一个结果 就是产量低 所以呢 我们要处理的 就是很简单 把它的双胞胎 二地跟三地 全部去掉 把那些相对比较弱的 去掰掉 有朋友可能舍不得啊 但是呢 不要舍不得 因为草莓就是这样子 只留一个大哥 包括这些老的叶子 不要 你看这么发达的根系 长出来一棵这么弱的一个苗子 这里正在开花 结果也不要 只留下这么一点 这么大发达的根系 您放心呢 只要把它重新埋葵到土里面 它很快呢 就会亏负到正常生长 这个草莓有轻微的烂根 但是呢 基本上没什么问题 根系这么发达 上面的叶子 现在只留下两片 这样子再把它种回去之后呢 根系可以修剪 也可以不修剪 修剪不修剪都可以 然后把它放到土里面去 重新埋回去 就可以了 这样的一颗草莓呢 基本上现在是二月中旬 您在清明节之前呢 还可以享受一波草莓自由 它叫好的狂豆肥水 这里大概是五百毫升 给它一点 这样子呢 有了充足的氮肥 这小脚果很快就能恢复过来 好了可以了 不用一次性给它太多 基本上这样子一下去呢 基本上三五天之内 不用浇水不用试飞 它很快呢 就会重新恢复正常的生长 这么强壮的根 这么弱的苗子 您相信它吧 它很快呢 就可以让你实现草莓自由 它们种草莓呢 如果实现不了草莓自由呢 有四个原因有可能导致的 前面三个呢 基本上很多人都种着 第一个是叶子太多 这是很正常的 叶子太多容易土长 最终就导致我们忘记草莓 忘记了开花结果 这是很正常的 第二个就是开花太多 开花太多呢 有可能它的营养供应不上来 所以林家的草莓就很容易出现 受粉的问题 受粉受不成功 草莓很容易出现畸形果 甚至开花不结果的问题 第三个就是宝宝太多 一个根系上面长了三四个宝宝 所以最终就导致林家的草莓长得矮矮小小的 叶子也小 果子又小 啥都小 反正就是儿子太多 最终导致林家的草莓一个都吃不到 而我们把多余的东西 叶子去掉 花朵去掉 基本上每颗草莓上面保留三个果子到五个果子是最多的 不要一次性留太多的果子 第三个就是把多余的宝宝去掉 不要留一颗一条根上面 不要留一颗以上的苗子 一颗苗子 林家的草莓轻松实现自由 两颗的苗子 您会发现有点头痛 上一颗的苗子 您可以跟它说一巴掩 拜拜了 养草莓就是这么简单 当然了 足够的肥足够的水 才是养草莓挂果 果子又大又甜的一个关键 今年呢 种草莓没有跟大家怎么聊 因为我事情太多 但是呢 从之后呢 如果你有问题关于草莓的 可以随时留言给我 我是佛萨阿华将 感谢大家 拜拜